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企业组织如何强化他们的韧性 也就是resilience 大概最近大家很常听到这个词 还有如何在风雨之中还可以撑下去 甚至可以生信心 我相信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宝贵的经验 那在聊到这个比较严肃的话题之前 我想我们先请黄总经理来 让我们认识一下他在熊师的历程 黄总经理在熊师待了28年 所以我想说那我看到的报导 好像川总的爸爸也是旅游业的前辈 我看到是超过90岁还在带团 所以我想说是不是请川总 跟我们介绍一下您在熊师的一些经历 还有你们家族是不是怎么也从事这个行业 好的 我想谢谢 我先介绍我爸爸好了 我爸爸在我娘胎的时候 我没生出来就做旅游业了 那所以其实我爸爸对这个行业 他是蛮有坚持的 所以他学历也非常高 在那个年代在日本大学毕业 那是日文系的 所以他在对于旅游的这一块呢 他是一点都应该算是他毕生的置业 那所以因为家里常常 我小时候跟哥哥都问妈妈说 爸爸什么时候回家 因为这个是我们最常问的 因为我们父亲是很少见到面的 那都会比如说 明天下午三点爸爸会回来 我们三兄弟就手牵手 我还记得当时有开裆裤这个东西 然后就手牵手 或者鼻涕就在巷口等爸爸 当每每看到爸爸回来 手上除了以前是一个鞋背包装行李以外 手上如果有拿袋子的话 就是三兄弟非常高兴的时候 因为爸爸都会带一些有的没有的 好吃的或者是好玩的 或者是一些手工艺品 那我们最想要听的是他的故事 所以小时候我们在路口等爸爸 如果手上没拿东西 大概那一趟就没有什么意义 虽然看到爸爸 但是看到爸爸手上拿的东西 就让我想到单楼这件事情 在楼口单爸爸 手头单楼 所以每次听完他的分享之后 我总是觉得很震撼 我爸爸有说不论的故事 是因为他有不同的历练 所以从小在心里有一个 埋下一个种子就是 如果能去看看自己不知道的世界 从里面得到一些薪资的话 我应该会像我的爸爸一样 这么的风趣 这么的有内容 让人非常想听他 每一刻每一秒不断的说话 所以我从小就有这么一个影子 但是后来当然 我的工作并不是 我走的是广告业 后来就是在一个因缘际会 就是我爸爸一直认为说 他的事业做得还不错 为什么他的小孩都这么 争气的不回来 所以后来要我放掉我的工作 我就到了旅行车学习 所以跟着爸爸学过一阵子 那他既是我的父亲 又是我的曾经是我的老板 那其实最重要 他是我人生导师 因为我在跟他跟团的时候 让我想象不到一个服务业的专业 跟内容是这么的精彩 跟这么的璀璨 所以我在他身上 其实看到蛮多的 那也让我感受到 在这个人移动的 带着群队在移动的那种 各种不同的家庭背景 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团队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 值得我们探讨跟学习的 就是人 那所以我是非常感谢 我父亲给我这个机会 那后来我总是觉得说 我应该离开爸爸的身边 出来历练 那我就到了雄师 所以其实是离开家里的事业 对我就到了雄师 那到了雄师 其实是我看到另外一个不同的 因为雄师是更用系统性的 雄师在1990年就打造 他自己的ERP管理系统 1993年全球的就昂上他的系统 所以这个在我过去的家里的 这个公司是不会看到这个东西的 我记得我父亲当时非常的 我爸爸虽然很前卫 但是他并没有前卫到用系统管理 就比较规模 比较系统 对对对对 所以他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我记得有一次我爸爸从日本回来 抱了一台很大的机器 用手抱着像香烟盒一样 很大的纸箱子 打开来他非常振振有时 兴奋的跟我分享 儿子啊 咱们以后跟国外联络 就不用打电报了 这个叫传真机 哇当时我一听 什么传真机 这什么东西 他说这个只要按下去电话号码 按下去之后 只从那边传 对方就收到 太振奋了 但我问了爸爸一个问题 爸你的观念 always这么新 但是我们的对方 他有装这台吗 要有配套 对 所以当时是没有的 所以在那个年代 我不断的跟着父亲的成长学习 我看到他一直想创新 他也一直在寻找不同的方式 但后来我到熊市来之后 又发觉这个是更不同的一个 他不把它当产业 他是更一个 以数位科技的当值的思维 就已经蛮潜战性了 一定会系统 作为我们整个发展 所以我毅然毅然就来到熊市 那么就在这个公司有二十几年 那做过各种位置 我做过这个产品 那也做过这个call center 也做过这个行销 好像有做过很多单位的 那也非常感谢公司 让我能轮掉有很多单位的 因为这个轮掉让我见识到 这个各种养分 让我在思维上可以更精密一点 而不是只有幻想 有时候创意来自于不可执行 那也不会是一个创意 就像我常会跟我同事分享 现在网路爆炸的时代 每个人手机都可以看到 Google给你的任何资讯 可是那叫资讯 那不是知识 资讯如果是你能把 你看到东西变成可做的行动方案 并成功并在运营 这个可能产生的叫知识 所以我认为资讯跟知识 落差蛮大的 所以我也看到说 这个公司给我这么多的面向之后 我如何把我后面吸收东西 变成知识之前的专案 能执行的方案 所以我蛮喜欢推出不同的思维的方案 去让每个方案找到有机会 跟消费者对话 解决消费者的痛点 这个变成是一个蛮有趣的 当然主要以前因为我是广告人出身 所以大概思维会比较以客户导向的角度 大致上是这样的一个历程 是 接下来我个人的好奇 比方说像我们公司就快要去员工旅游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出国了 那我相信其实旅行业大概是最快 知道说其实大家蠢蠢欲动已经出去了 或者是说可能很感受 我有看到那个川总可能有提到 就是春宴要来了 所以您现在就是说 我们大概看到这个旅游业 是大家真的已经都蠢蠢欲动 要往外跑了吗 还是说其实还是有很多人继续留在台湾 觉得等再安全一点 那您看到这个大概旅游的 目前的趋势大概是怎么样 然后还有一个我个人很关心 因为我看到很多都是 不管是日本啊欧洲啊 美加就是这个团肺都会涨 这个是异后新常态吗 回不去了吗 好这个您的问题都是蛮直接的 那我想那个 我从机场的数字来看 在去年桃园机场一天进来的旅客 大概2000人 那么出去旅客大概2100上下不等 每天大概是这个数字 那到去年11月2月开始解封之后 像今年大概每天桃园机场出进的人都是3万多人 接近4万人 那进来也差不多 所以从2000人到3、4万人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机场的确很多人在移动 那对旅游的部分其实春宴回来了 他真的是回来了 但是只是这是燕子 目前他因为他也很小心 他飞行的速度并不快 那这意思就是说 整个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里面 包括交通时速 第一个是缺工缺人 第二个是大家不敢贸然的快速的步远 所以很多机场事实上是没有办法服务的 所以他没办法增加那么多航班 所以需求是有 但是供给是小的 那在供给是小的状况之下 就又回到您刚才说 他现在那么贵 这是一个常态吗 那我相信任何东西只要走上正轨 他会回到另外一个新常态 也就是说 当需求那么多 供给也这么多 这个时候他当然就会整个 产业链会改变 不管时速 游构型都会改变 那以目前就是需求比较大 那供给真的很小 还不是小 是真的很小 如果以我的角度来看 大概恢复到 2019年的35%左右而已 就是供给面 所以如果需求是100 只有35的供给 所以他的确成本会增加 然后他的那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飞行的运用呢 并没有达到那么完整 所以他成本更高 所以这个的确是目前面临的 那我们公司在这个时候也看到一个机会 就是说很多国家 他的这个主流机场 就是大都会机场 飞机没有问题 可是他的次级机场都有问题 所以他都不能恢复正常航班 那所以我们公司就很用心的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 就是如果我要去熊本 那我难道要飞那个东京 再坐动车 一路穿越到熊本吧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一到六月 总共包海外飞机 直包 我们自己包机 大概包了126架次 那也就是说 你在六个月里面 每个月包20几架飞机 这样的业者 我相信应该只有一个 但是为什么你愿意去做这件事 因为你要让消费者 能直达可爱的目的地 而不是在空中跟地面绕来绕去 就是减少他的麻烦 对对对 也就是说让旅游的时间的效益拉大 但是这样的专机的这种 当然会稍微比较贵 这是必然的 因为没有到有的这件事变独有 那这个当然会成本增加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上半年 大概在这一部分 很勇敢的为消费者去做这件事 因为我讲勇敢就是 当你包了126架飞机 每一架平均 要想办法把人填满 每一架平均做200人 要5万多人 那你的压力是 你付了钱 有没有人在飞机上 对不对 那我们非常深信 我们能够这样的服务 所以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们是斑斑满 那也代表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就是说这个需求 让消费者愿意 能够直达目的地 而不是绕境 各地转来转去的 我想这个是 也非常感谢消费者认同 我们的一些想法 所以是说我不但 因为其实我相信 因为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旅游资源的供给变少了 那这个供给 比方说大家也都要抢 比方说绝对不是只有熊师 想要抢这个包机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运输的资源 那比方说 所以熊师是抢得到 而且还填得满 不能说想熊师抢到 其实刚才我们忽略一件事情 这是全世界都在抢 不是有台湾在抢 那如果以台湾在抢 我认为我们很尽责 把它做到最大 那如果全世界在抢 我们相信我们跟很多国家都在抢 所以我们是面对各国的需求在竞争 我们看到是全球性 而不是台湾本身 了解 接下来我想要就是 回到我刚才一开始提到的 就是我想要谈这个 在疫情的期间 这个观光旅游业所遭受到很大的冲击 我先帮听众朋友回顾几个数字 我自己看了也有一点触目惊心 就是在2019年 我看了一下熊师历来的营收 其实是达到时尚新高 是302亿台币 那我们来接下来看看 在从2020年初疫情开始 全球蔓延之后 这三年熊师的营收 2020年是65.5亿 2021年是17.6亿 那它是302亿高点的时候的5.8% 那2022年稍微再回来一点点了 33亿 但是其实也只有回到 2019年高点的11% 所以我相信就是说在这个期间 因为我自己一直在想 这个也是我最大的好奇 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一定也很好奇 就是身处在一个这样子巨大的海啸 可能前所未有的海啸之中 到底组织里面的经营高层 它要如何自处 因为它不但要稳住自己的信心 还要让团队也很有信心 大家不会想要跳船 然后还要让这艘船不要沉下去 所以我在想就是说 我们试着想 如果你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 你的收入剩下高峰时的5% 那你要怎么养这个家 我想这个就是可能总经理 或者是熊师的经营团队 还有全体成员 在这个疫情期间的心情 所以我们先请总经理 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海啸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不会灭顶 然后要怎么样还会很有信心 有一天这个海水会退去 好的 这一段 您刚才在说的时候 我一直在回顾 就是我的脑部的画面 就出现2020年除夕夜欢欣鼓舞的 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 我们看2020年是我们史无前例 2020年的第一季是 我们这家公司三十几年来 最好的一季 那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但却没想到是 有一个最大的撞击 那这个撞击事实上 它如果是一次的撞击 那也就算了 但它是不断的撞击 比如说可能只是大陆的武汉 那接下来可能是邮轮 接下来是欧洲 接下来是美国 接下来巴巴巴 它是一区一区的 不同时段的引爆 好有画面感 就很像一直倒一直倒 所以当时不只是这样 当时我们的团 每天熊师 大概从桃园机场飞出去 大概两百团 一天飞到全世界 那你每天都飞两百团的过程里面 你一开始你只认为大陆不要去了 所以你取消大陆的团 它只占我们的百分比多少 可是其他团陆续在出团 突然接到一个邮轮不能走了 那怎么办 然后接下来接到是意大利 怎么怎么了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是意大利的旁边的哪里 又怎么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同仁 说真的是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忙碌过 他在忙碌的几件事情是 如何在海外的客人的安危跟安全是什么 我们能做到什么 那第二个是已经要出发的人 我们赶快通知他不要出发 那第三个是这里面还有很多财务上的问题 你通知他不要出发 他前找就脚了 那你要不要赶快退钱让他安心 所以过去我们的同仁收钱的速度 是练得蛮好的 但是没想到2020年的 从中间有三个月练习退钱 那这个我相信现在流程应该蛮顺的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从收款到变退款的这件事情 那么我记得我们在2020年 我们在密鲁 有七十几个客人呢 他已经待了快四天 没有飞机 没办法回来 然后当天 那里的机场每天都有上千个老外 在等飞机 在密鲁 所以我们团队一然结然 包了一下飞机 花四百万 飞到密鲁 把台湾人载回来 我想我要表达这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 我们没有丝毫的考虑 因为如果那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我们在想什么 所以其实我们在我只是列举秘鲁 这种事其实在2020年 我们做了非常多类似这样的事情 所以您刚刚说反而我们会觉得好像在疫情期间 其实是没有生意 但其实你们反而很忙 应该是比以前忙两倍三倍吧 非常忙碌 那当时我们几个高层 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总会过去的 我所谓的总会过去的就是 不出团这件事一定会出现 所以当时我跟几个主管 我们的责任就是跑各政府部门 寻找下一个可行性或可能 所以我就跑各县市政府 各地方 我以前不会这么的过动 或者说以前脸皮蛮薄的 就开始到每个地方去寻求可能性 因为我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说 接下来是如果事情都处理完 光你今天来了这栋熊丝大楼 员工一千多人 那当时我们全台的员工三千多人 那导游一千四百多个 不含这三千多人 当他们突然都禁止没事做的时候 这是很可怕 所以 而且都还要领薪水 领薪水是必然的 那是可怕中的可怕 但是最可怕的是领薪水却没事做 我们担心的不是他领薪水 因为我们担心的是 如果这样子一个月没事做 两个月没事做 这些人的武功全废之后 他对自我还有感觉 所以想的是这个 而不是想他领钱 所以当时我东奔西跑 我记得跑到农委会 去拜托农委会 是不是有花可以卖 有水果可以卖 所以当时甚至台中 也有这个 因为当年都没有下雨 没台风 水果也不想采了 我们派团队上去采水蜜桃 对不对 我们到很多地方去采 帮忙物流 用我们的宾室车队 去载这所有水果 帮他们物流卖水果 那很多人就问我说 你们这样搞 这样有钱赚吗 其实不会赚到钱 但是我们的人很忙 他们赚到心灵上是很快乐 那我们让我们团队楼上楼下 甚至当时我们还做便当 帮很多善心人士医院需要便当 我们就是团队做便当送便当 做了很多超越我们想象的事 所以我们尽量找所有有可能的事给同人做 那另外另一方面就在构筑一个新的思维 如何突破我们自己的重围 因为当时全世界台湾的这个所谓的环境是最好 那国内旅游并不受影响 所以当时我们这三千多人如何转型 都是做国外 95%以上的人 他的武功都是做国外的 那如何带他们做国内 这个问题就很大了 因为毕竟这个客源地跟目的地是同一块 那过去是客源地在台湾 目的地在全世界 所以这所练的武功跟理念是完全不一样 记得当时我们在2020年的5月开始 发动一个全台走透透 由我们董事长亲自带队 每次出门大概都30个到80个主管 那一出门两天到三天 那这样子到今天为止 我们总共绕台湾总共这样出访 去探查行程已经第58次了 光差旅的费用花了2000多万 因为是我签字 所以我这样花了很多钱 所以是高管也就在台湾走 中高街主管 当时做这件事的目的是因为我们认为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认识台湾 不了解台湾 我们是没有能力去创造一个 不一样的旅游形态 来服务台湾的消费者 所以我们认为再怎么样要先投资自己 因为我们在移动的过程 听到因为我们主管里面有人去 日本200趟 这个欧洲100多趟的这种比比皆是 这种都是小case 但是他们阿里山没去过 几乎都没去过 有看到报道说 董事长王文杰 董事长没有去过阿里山 他到太平洋他说 哇 应该是悲哀的表情 但是他是惊艳的表情 因为他哪都没去过 他每天都好期待 然后当然他不是期待旅游这件事 他是期待他终于看到台湾不同的面貌 不管好与不好 他在全世界这样跑 他总是觉得机会在哪里 我们该怎么创造 我们的主张到底是什么 消费者的痛点是什么 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痛点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寻找痛点 不是寻找如何玩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建构之下 我们把组织重整 这是一个蛮重要 所以我们在2020年的6月7月8月 几乎都在做组织重整 资源分配 然后在做整个结构式的 这个产品研发跟创新 那这个部分我倒觉得 如果你还有印象 当时我们在2020年的7月份 让全世界看到台湾 不只是口罩 我们当时让全世界最害怕的 海上航舱游轮在台湾移动了 所以当时CNN也报导 哇 全世界竟然有个国家叫台湾 用游轮移动去做跳岛游 所以当时我们从基隆港到金门 到澎湖到马祖 用那种大型的游轮 然后去移动 在台湾人用跳岛 然后这个豪华游轮移动 短短两个月就两万多人搭过这个游轮 那后面做这个环岛游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创新跟体验上面 我们不断尝试 我们在尝试在做的是策展的概念 所以后来我们认为空间对别人来讲 它可能只是一般空间的使用 对我们来讲它是一个最好的测展场域 所以我们测展里面有两种 一种是固定的场域如何办测展 一种是移动的场域如何办测展 固定场域比如说像车站啊 码头啊 饭店啊 餐厅都是固定场域 景区啊 那移动的场域像船啊 飞机啊 火车啊 巴士啊 都是移动场域 但这些空间都可以让你独特去做 你想做的创新或者策展 把它的定义重定义 那这个 我们当时在思考这所有的内容的时候 我们是一步一步去把它落实 因为我们有的是蛮优秀的团队 所以在这个时候 大家把过去在国外所看到的 大家重新萃取然后重新去调试 我们在台湾可运用的方式 所以也就是说疫情给了我们一个最佳机会 就是大家终于可以坐下来思考 如何去重整一个地方 那大家可以同一个方向 因为也没第二个方向了 过去我们全世界都是方向 那现在剩下一个台湾式方向 所以 反而疫情给我们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团队的凝聚力 那我们更是思考说 我们办了这么多活动 大大小小成功失败不断在办 那当然跟营收是无法对比 我们当时都不想营收啦 我们当时只在想 如何让自己活得最精彩 当所有人都停了 那我们活得不止精彩 我们这个时候全 所有的旅游业者已经把市场让给我们了 我们还不想经营 那我们到底在想什么 所以我们当时很积极的在国内 拓展各种旅游体验 各种玩法 那我们接受到很多 以前没跟我们接触过的客户 那给我们很多掌声跟鼓励 所以我们就不断的 因为这个掌声 有时候虽然它不是取代于收入 但是它却给我们在心灵上 有个很大的强心剂 那也有人问过我们说 如果这个疫情继续下去 你们钱都烧完了 那这样子 这样子怎么办 其实我们几个高玩 大家都有共同的意志跟意识 就是说如果我们站到最后一刻 而大家都走了 其实我们是光荣的 但是我们现在就杀手 我们要等到那一刻 那这中间我们到底想干嘛 就我要撑到那一段时间 这个中间我还是要想办法要做什么 所以你是到底想要站到最后一刻 还是现在就杀手了 那现在是一个最悲哀的时候 也是一个最绝佳的机会 那你到底是要机会 还是要坐在那边悲哀 所以我们大家决定是抓住机会 所有人把机会给我们 总经理那你当时 就是说当时包括您自己 因为您在熊师野将近30年的时间 然后包括您整个团队 你们感觉当时的氛围 这是你们遇过最糟糕的状况吗 应该不要再遇到吧 这辈子就这么一次就够了 所以确实就是当时是觉得 自己也觉得大概最糟就是这样 我相信应该是跟全世界的旅游业 当时应该体验都跟我们一样吧 只是欧美比较早开放而已 他们恢复的很快 但是我们是因为很多关系 那所以我们当时 说真的我们没有遇过这么大的撞击 因为一般的撞击 大概消费者的记忆痛 大概58天就忘记了 但这个是根本是 有N个58天 这三年多了 对我了不起没有去旅行 我可能很快就忘掉这个感觉 但是对我们来讲 这是一个绝佳机会 我们到底如何去重新定义 我们的自我的价值 跟这个旅游公安产业 未来的新走向跟趋势是什么 所以我们是边做边跑边思考 因为各位如果你有回忆的话 今年其实在去年大概19月10月的时候 就很多人说他不习惯 因为手机不拍QR Code 就要进去一个店 他觉得很怪 还问说老板你们QR Code在哪里 他都已经取消了 所以以前一天不拍十几个QR Code 好像就不存在 这件事当然也就证明了一件事情 不管是谁只想移动 手机就必须存在 所以当Mobile手机这种移动形态 成为新的生活形态 跟新的策略 所以对我们就看到这个数位的发展 包括现在AI 这些机器人等等 让我们看到很多新的运营模式 很多人说你被取代 不我觉得他是可以取代 让我们更优化 但他无法完全取代 所以我认为一个最佳的团队 并不是最聪明的 也不是最优秀的 而是最能适应的团队 你想存活是你愿意适应 这跟你多棒棒多聪明 没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这个团队文化 事实上就是一个 很快速能融入环境去适应 并且想突破 我想这是最起码熊师 这三十几年 他原本的企业文化就是这样 所以每一次遇到一个撞击 我们都感觉看到一个新的机会 那这一个新的机会的翻转 当时因为现在是事后了 当时其实我们还在聊说 这个会不会太快结束 我们还担心太快 因为我们还没准备好 还没准备好是指说 就是我们在组织 在人力 在市场 我们觉得我们整个定位 都还没完全好 如果这时候这个疫情说 又回到原点 我们又回到过去日常生活 其实我们所努力的这些 就没机会展现出来 所以没有说就比方说 疫情结束了 然后大家就开始恢复旅行 所以我就走回我原本的老路 但是我们都不想走那条路 是 所以那这个新的路是 比方说是结合了 比方说inbound跟outbound 综合在一起的一个新的模式吗 应该是说我们对于 消费者体验的这种概念 可能要再做一些升级 然后真的去解决消费者的痛点 我举一个 我们在2020年 我们当时我标下这个明日号列车 我们第一个想象就说 如果我要做一个高单价的明日号列车 这些妈妈们的痛点是什么 如果以我们现在搭火车 要拉着行李去五天旅行 光看到月台 就已经不想去旅行了 因为你要拉行李箱下月台 上月台 经过这个不断的锻炼 五天回来 这个手的肌肉也有 腿的肌肉也有了 简直去了一趟健身房 而不是去旅游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整个思维就会想 如果客人在报道的时候 他的行李跟人就分离了 我把他的行李就送到他的酒店 每天都是如此做 他只有最后一天在火车站 跟我们说再见的时候 看到他的行李 那这样子 他是不是很乐意来做这趟旅游 所以我们当时第一件事 决议买两部货车 编了两组人 专门去收行李 那我们这个行李车 还电动的 然后这个规格 还是里面是一格一格的 做托运的 做得非常细腻 这个有一次我遇到这个 老爷的沈方正 沈执行长 他开玩笑说川哥 他都叫我川哥 因为他比我年轻很多 他说川哥 你们每次明日到来 我都跑到外面 帮你们搬行李 你们那个电动车 我已经会操作了 当然他是 他这个人是很热心 但在这里面来讲 就是说他也看到 我们在整个细腻度 那把解决客人的 这个痛点变速 蛮重要 所以我们在 像明日到列车 我们一开始的设定 就是不卖车票 我们也设定 我们是做旅客 不做乘客 那我们也设定 我们是做文化生活体验 我们不做搭火车 这件事 所以我们把每一个车厢 当成是一个策展车厢 那另外我们在 火车一上去 过去的记忆 是会有个味道 所以我们在 还没经营这火车 就去找系统 然后我们去调 明日香的这个方向 经营的味道 所以我们在火车上 释放出这个味道 是消费者五天 都觉得很舒服的味道 那所以我们改变从 不管是在视觉 听觉 嗅觉的部分 所以就是无感的体验 都去做 而且实际去做 那不是一个介绍 或一种逻辑的推动 而是我们 真的是很踏实的去做 甚至我们希望客人 到了火车站 走出火车站 他还会哇一声 这个哇是因为 我花了3600万 买了四台Mobo 最新的车子 把他外壳打造 跟明日号一样 所以当他离开火车站 出来看到 另外一个明日的时候 其实他有一种经验 包括我们在 每一节车厢的 这个管家服务的训练 从服装到训练 我们也请这个日行 做厂长来给我们 讲课训练 所以我们自己 在很多细节上 去调整 包括在火车上的 手冲咖啡 我们连续两年 去飙阿里山的冠军咖啡 那在火车上的 手冲咖啡 是不限杯 也不用钱 火车上的饮食 是免费的 所以基本上 我们在做很多 细节的改变 这在过去不会有的 但是经过这样的 一个改变 让我们看到一个 美学设计跟服务体验 它可以被重整 旅游可以走到 另外一种层次 所以其实这两年 三年给我们很多的机会 不断的淬炼 不断实验 不断打掉重炼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我刚才想表达 所以我们当时是一直 就是一开始 反而是告诉自己 别太快 但心里面想 最好今天就结束了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 有时间压力 金钱压力 有各种压力 所以就是说 等于是我们碰到 这个疫情的时候 其实整个经营团队 就大概也没有时间 panic 就开始要想 下一步怎么做 那我怎么带领这个团队 因为您刚刚提到说 熊师的团队 最珍贵的可能就是 他们的调试力 适应力很强 那这个我们怎么样 从上到下 推这个转型 就是说 可能各式各样 都要做改变 做因应 做配套 那从领导层 一直到员工 因为可能有一些员工 也会害怕 公司可能看起来 遥遥欲坠 我们怎么样 让他们可以跟上来 一起做改变 这个不会也 就是在这三年里面 其实有大概将近 一千个员工离开我们 那爸爸妈妈会担心 他的小孩在这个行业 觉得再做下去 还有意义吗 所以只要说 是我爸妈不同意我 那这我们没有人 敢不牵制 那但是也很感谢 两千多位同事 不离不弃 那大家有同样的方向 那其实我们在 这整个过程里面 我想我们外界 可能不知道 我们自己在内部 成立战刑中心 所以我们战刑中心 就是北中南 有派出很多的主管 在各地收集资讯 从媒体 从政府部门 从各县市政府去拜会 收集到资讯 立成专案之后 放在证刑中心里面 我们一个一个去筛选 因为我们有 无数的案子可以做 做不完的案子 但是我们要筛选 是可执行的 可以做的方案 所以证刑中心是 365天 我们礼拜六 礼拜天都上班了 所以在疫情期间 很多人是上三天 休几天 我们是没有一天没上班 所以问我说 有没有什么 其实我们就是 没有一天没工作 像我是每天早上七点就坐在六楼 那我们的工作其实时间蛮长的 都怕时间不够用 所以我们晚上还有十点要跟美国连线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时间事实上是蛮充实的 那同仁们事实上来讲也是 就是说当 我觉得有时候你要感谢一个灾难 那你要感恩它 因为它让你的整个组织 剩下唯一就是相同的方向 因为大家都受到这样的冲击 不是只有主管受到冲击 是所有的人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的那种隔阂 跟那种腮肉是不见的 大家很容易在同一个方向前进 反而是在太云盛世的时候 他就是各自为王 对不对 这个必然他就有他的壁垒 他有他的全权框框价价 但是在这样的疫情 其实所有人都已经降到最低 几乎没有想法 目标突然一致了 所以我们很珍惜这每一次机会 所以我其实在来采访总经理之前 我就很想要问总经理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常跟别人讲说 危机就是软机 就是说您对于 就是说经历了真真正正经历了一场危机 对于这句话 其实看起来是老生常谈 但是你自己有没有一些新的体会 有的 因为我们事实上经历过非常多的危机 不是这个危机而已 只是那个危机的天数的多长跟短 像SARS也是一个危机 对不对 然后这个金融风暴也是一个危机 这个全球性的各地的火山爆发等等 我们的 因为旅游它本人很脆弱 它可能政治因素 可能大自然环境 它可能某种灾难 它都会遇到冲击 所以在我们催炼下来的 这个其实遇过大大小小的撞击 就是隐石撞移 这个各种各种的撞击都遇过 但这一次是完全 总经理那我其实再问一下 因为您刚才有提到说 比方说SARS 其实它跟这 因为跟那个COVID很像 也是呼吸道的疾病 那有时候我们也会说 平常组织就要做好危机管理 危机就是说你会以备不时之需 那我们好像也遇过不同的危机 那这一次的危机 有一点点突如其来 这中间有什么异同 其实SARS 反正这几个危机 大家都是没经验 但是在SARS 我记得当时 我们一样坚持每天上班的 这些事情 其实其他业者都休息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 检验我们所有的行程 产品 采购 整个后端的管理 然后也没想到三个月过了之后 我们刚好整个组织都没有休息 重新调整 所以当时 我们突然业绩成长两倍以上 因为在每一次疫情之后 人的感知都很强 尤其越大的撞击 你知道在那个SARS之后的那一年 我们业绩飙了好大 那原因是因为消费者突然感觉到 如果一个细菌 人的生命就结束了 它的存款不就是一个阿拉伯数字而已吗 所以在SARS那三个月之后 我们那个旅游 哇 接不完的单了 突然觉得要珍惜生命 所有人都认为 那要干嘛用 那个本质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在03 04 我们那个观光产业大复苏 而且我们刚好是 所有人又停下来 给我们机会接单 所以我们整个大翻转 所以我们在几次的这样的过程里面都看到 原来机会是要你自己认为 你想掌控它 绝对不可能说等好了你再来 好了如果你再来 大家是同来 所以这个时候是当一个重大的事件之后 如果这整个产业 如果你自己那是个别 如果是整个产业链同时发生同样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过去 你可能跑了10年 跑了5年 跑了30年 现在都回到起跑线的后面 当裁判想举枪重敏的时候 不是大家都坐在起跑线 事实上可能我不只站在起跑线 我的人早就在好几个终点站 在那边等待 所以基本上大家不是公不公平的问题 是我根本没有停过 一直在奔跑 对不对 那你说我们还没软身 你就要敏枪了 没有 我们已经软身三年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不大一样 所以我们同仁 在这几波我们做了很多的专案 事实上他们都觉得很有荣誉感 参与非常多的那个推广 但有一些是完全没有获利的 甚至是很劳力的 但在他们的内心里面感觉到 这个组织给他们一种光环 就是团队共同创造出来的 一份荣誉感 我觉得这是蛮好的 你平常要讲什么光环 大概没有人想听 这是个疫情 大家活着看到 互相看到真好 那个北中南的主管 什么海外回来主管 大家这个齐心 这个往同样的方向 其实蛮好的 是 总经理我也想了解 就是说 在这个疫情的期间 比方说 以前可能我们95%是做海外的旅游 是是 那我们也会看到 在疫情期间 雄师可能过去 其实可能就有做餐饮 就会不会 就是说这个会不会影响 整个商业模式 或是商业思维 就变成我要在 比方说国内的旅游 将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柱 然后这个比例 会不会调整 比方说国外的旅游 包括餐饮 包括各式各样的服务 其实很多人问我们说 那你们雄师 现在国外出境已经恢复了 那你们是不是就不做国内 去做国外了 因为这个过去 我们主要是做国外 但是我常会这样问自己 就是说过去 我们是3000多人 但是有人规定 我们不能变成8000人 其实我们是可以再扩大的 我们可以更大 没有人规定 我们只能这么大 所以如果整个企业来讲 机会在哪 就是创造在哪里 你如果有更大的机会 你就不断的拓展 我们最近甚至在去年开始 我们在海外建制了更多的公司 我们最近在越南跟印尼 都准备架车公司 而且在投资 我们在韩国也成立了雄师 那过去我们在日本的雄师 现在在日本 第二个地方 在大阪也要成立雄师 所以事实上对我来讲是 这三年是不断在扩边了 那为什么 因为其实也很简单 那个以前你要找的人才 找不到 现在很容易找得到 到处都是人才 那你只要你做得好 人才愿意接近你 那别人也在关注我们 所以其实我们的努力 被很多人才看到 所以他们很乐意 跟我们一起往前冲 这个是我们的机会 所以我倒是觉得说 我们在这三年来 我们损失的可能是钱 损失的是走了很多的同事 不过我们在去年12月份 我们大概有200多个同事回任 200多 对200多个同事回任 就他们在这三年里面离开了 他们可能去发展别的 可能后来 很多是主动回来的吗 主动回来 他们觉得 他还是喜欢做旅游吧 旅游其实是蛮有使命感的 就是说你把人从甲地带到乙地 让乙地经济繁荣 把乙地人带到丙地 让丙地经济繁荣 我们是做一个移动经济的产业 那我们是可以创造 从没有变有的行业 所以大家后来应该都是觉得说 这种荣誉感对他们来讲 他们三年过去了 他们也相信春宴来了 所以他们回来 所以我们在去年10月 我有对媒体报告说 我们需要找500个人 增加500个人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1月 这500人就全部都到了 甚至超过已经600多人 然后我们现在又要再找 我们现在想要找的 都是外语系的 讲粤文 泰文不同语文的 是 因为这三年来 我们董事长在2020年 他就讲了一句话 只要我们老板讲 我们都会想办法去把他圆梦 他讲了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成为全台湾 最大的路径旅行社 以前我们不做路径 我们只有做出境 然后3000多人学习台湾三年 如果路径旅行都是一般般 但是我们是这么庞大 而且在全球有布局 都是自己的公司 我们是更有能力 把外国人全部送到台湾来 所以当时的定毛 这三年来我们努力在做的 就是如何让外国人到台湾来 所以总经理您刚好提到说 雄师其实本来就在国外 有很多的分公司 那现在又扩大的增测分公司 所以这个我们主要 除了会做这个 等于是英镑的旅游吗 还是说他原本有他原本的功能 其实过去这些公司都是在接我们到海外的公司 比如澳洲的纽西兰的 美国加拿大的 然后泰国的 然后我们这个日本东京香港 然后包括我们在英国的公司等等 这些过去都是接台湾人到那个地方 都是我们自己的公司 但是我们在台湾很少讲我们在海外的公司 那一般人也以为我们是台湾的旅行社 其实雄师在25年前就已经国际化 我们已经用很多国外的人 只是我们在国内都没有去谈 对我也比较少注意到 因为我这次做功课就发现说 哇其实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分公司 其实我们早就很早以前就国际化 雄师就是一个国际性的旅行社 那只是说这个疫情 让我们更精准的知道我们可以反向 就是说过去我们都做出去 那现在不只要做出去要回来 因为我们认为当疫情结束 雄师的团队要做国人出国 这对我们来讲做三十几年 这是很容易就回到原点 这个技术上没问题 只是如何翻转创新 这是最大的问题 整个思维要如何调整 这是我们现在在努力的 但是要回到能做澳洲 对我们来讲是很容易 其实今年的第一季 我们就把去年一年的做完了 你刚才讲的营业 我们在一月份就已经把它做完了 所以的确春宴回来了 所以我们是蛮看好 后面整个市场机制 我们是蛮看好的 其实我很喜欢总经理 刚刚有提到的 就是说我们疫情前 是三千多人的员工 但是谁说我们不会变成八千人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 对于危机就是转机 其实做了很好的诠释 那接下来想问总经理 有一题就是说 很多时候我们都说 在碰到危机 或是组织比较低迷的时候 我知道教科书士的答案就是 你要逢危机 赶快投资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 反而那个时候 因为财务压力很大 对不对 就是营收也掉了 然后人每天都在领薪水 那我们就是很多财源 像最近财源的新闻很多 尤其是国外的科技公司 就是熊师在当时有做这种 就是说我有看到有一个是 加R减1的计划嘛 创造营收 那个减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 好像又要控成本 然后其实营收又没有办法 突然间大量增加 但是我刚才总经理又提到 好像做了很多的投资 买设备 为了增加旅客的体验 就是我们在这个 控成本跟增营收 这个我们怎么拿捏 我想 其实资金市场 在这几年它是很活泼的 而且资金非常的多 但是最怕的是 你没有一个好的案子 可以去跟资金对话 所以我们是一直在创造好的案子 那资金就会来拥抱你 是 所以 你如果没有案子 就像资金想借你 你都不知道借来做什么 所以其实我觉得说经营管理里面是 我们第一个告诉自己 能不能抓住所有的机会 其实很多资金在看好的标的物 那你是不是在做好的标的物 所以我们这三年一直在做这件事 那我相信我们被看到了 那第二个就是 资金当然我们很紧张 不是不紧张 我们财务长 真的 他头发以前蛮茂密的 对我刚刚就在想说 头发是白了还是没了 应该是蛮亮的这样 应该可以打蜡 但是我觉得说 他的这个 一定是烦恼 那在资金上的运用跟调度 不过我们一直控制我们的资金 有 其实我们在2020年 就看到我们资金可以用到2022年 其实我们是有在控管 我们自己收的资金 我们在2021年也在看 我们在去年2020年 我们一看我们的资金 可以用到2024年的12月 其实我们对于资金的运用 跟我们自己剩下多少子弹 我们到底要怎么做 其实我们心里是有把持 那如果这个资金 已经很匮乏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该 有这么多银行 你应该去做什么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可以做到的 只要你够经济规模 那所以还是回到 你是不是一个好的企业 别人愿不相信你 愿不愿意投资你 所以有时候本梦比跟本益比 它是同时在滚动 是 那所以我们不只要本梦 更要本益 一个企业 尤其我们华人企业 都想做到本益比 那在很多的企业 他只要看到本梦比 但我们两个并进 所以我们很清楚 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 那主要是我们董事会 也非常的强 那另外就是高阶主管 大家都 我们公司从这个 两千年以后吧 大概每年送三个主管 读台大 每年送三个读 正大 到现在没有停止过 包括疫情期间 所以我们很多的中高阶主管 几乎都被送去读 就是强化这个经营管理的能力 主要是希望语言相通 就是说当你在讲一个概念的时候 旁边的人听的是马上会懂 这件事情是大家在同一个 同一个渠道上面 我觉得有共同的语言 跟共同的目标 然后是同样的训练 所以基本上这个是 雄师对于自我投资 主管投资 人才投资 这是我们没有停止过的 因为这个都不便宜 我们知道17年 有个主管读负担 跟台大 那个感觉更贵 他的学费75万人民币 那公司出 所以但他也不见得很高兴 因为交际费吓死他 所以基本上我们一直努力 在做人才 人才的管理 人才的调整 人才的升级 这个是没有停止过 那现在是不止人才 现在还要年轻化 所以这个更不容易 然后人轻化以后 我们现在正在国际化 所以我们用了很多海外回来的 那在国外也列了蛮多人的 那主要在这个国际化的部分 可能就是 接下来我们要面临最大的挑战 对 好 接下来想问总经理 就是 您自己觉得 就是说在这一场疫情的期间 就是说 当然现在我们刚您听到 在2023年的第一季 其实表现已经很好了 那可以预见未来也会更好 那就是说您自己觉得 回顾这一个 大概对于旅游业 或是对 不管是您个人或是雄师 都是大概是史无前例的一个风暴 你觉得你自己 如果很快速的归纳 可能三个或是 你觉得你学到了什么 我学到了 第一个我觉得我学到的是 从来没有看不到机会 在疫情期间 每天都有新的机会 那每个月都有一堆人找你 他要把机会给你 那我们吞不下去 我们只能跟他交流一下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很坚定 很坚强的一个团队 其实所有机会来拥抱你 但是如果你自我不能肯定 自己所有的机会 你去开发你都找不到 这是我在 这个疫情里面 我看到是最直接的 就是你停下来了 其实机会反而就消失了 对 其实因为我们这样子做 所以所有人看到你还活着在做 所以所有人都来找你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个 蛮正向的 所以机会永远找 想要做的人 那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关键 那第二个我倒是觉得说 我在这三年里面 除了机会以外 就是团队 那个Michael Jordan讲过一句话 就是他的技术非常好 他不管跳多高都会投 但是他打到冠军赛 不可能他一个人 去跟对方十几个人打 一定是团队 你里面有再优秀的 但是没有团队 还是等于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 我觉得熊志集团的这整个 从我在这个公司到现在看到 都是打团队战 打团体战 那团队的力量的确是很大 但是团队里面也有很多矛盾 团队有时候会让你的速度变得很慢 但是他如果一成型 那个是力量蛮大的 这个是我在这二三十年来 一直在 因为我认识很多小型的企业 那他们 这个他们像海豚一样 快速翻转跳跃 那我们就像一只金鱼一样 这个 对移动会稍微慢一点 蛮慢的 但是这个快跟慢之间 金鱼嘴巴张开 可能可以进来两百只海豚 被吸进来 所以基本上这个快跟慢的架构之下 是你的稳 稳定性是什么 你整个结构性是什么 如果是单一一个专案 当然你看到的快很准 但是你看到整个结构性的发展 他没办法快很准 这个是一个大的企业 他所要面临承担的 那第三个就是品牌 就是你客户你的品牌 那品牌会照顾你 所以我在这三年的疫情里面 我觉得品牌这件事情 让我们所谓的坚持 一路把品牌做好 这件事情是对的 所以品牌会让你上天堂 但品牌也会让你下地狱 就是说熊智这品牌很棒 但它也是你很沉重的负担 但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品牌 对于我们的成功关键要素 变得很重要 让我们很珍惜 因为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团队 其实我们公司在品牌架构 熊师现在这个logo 事实上是更换过的 本来logo那羽毛是垂下来的 是旧款的熊师 当时要做这个logo的时候 其实我们内部有很多声音 因为大家已经看习惯这个旧logo 那你要换一个新logo 花那么多钱 找着设计师讲了一大堆故事 大家听完之后无感了 因为大家就习惯了一个旧logo 但是要翻转的过程里面 光是所有的制作物打来重练这件事 一个大型的企业 其实那是好几千万 是 光是当时八十几个门店 招牌要换掉就吓死人了 名片三千多个人要重印 所有的制作物全物都要重做 光是一个logo 所以大他一个企业到某种程度 他每一个环节都要很细心 就是他要做每一个动作都有很多的成本 对 没错 不管是经济的成本或心理的成本 是是 这是小的公司他不会感受到的 是 那他可能三个人讲好就跑了 嗯 我们可能三个人讲好还不能跑 因为后面还两百多人在等 所以这个基本上整个结构是不一样 所以 在熊师这三年让我更笃定看看这三件事 尤其最后一件品牌这件事 他得来不易 他经过各种努力 慢慢的建制 那一步一趋的建制出来 得到消费者的认同跟信任 那这个是后续我们年轻的一代 是在上海 要把这个品牌差量做到更好 就是后续我们要做很多的创新 当然这个创新对我们来讲 都是要稳杀稳打的创新 不会去做一个今天做明天不见的创新 因为那个 对我们讲我们经不起这样子 是 因为 我举很简单的意思 熊师光是一个新的创意 可能要经过全省的沟通就要花 两个礼拜 嗯 对那别人可能三个人讲好 等一下就做了 嗯 所以这个 但是覆盖面当然我们比较大 嗯 他们比较小 所以 蛮相信这些事情 是 最后一题想问总经理就是 我看到一些财务数字 熊师在2023年 就是今年一月的营收 已经重新回到台币10亿哦 其实已经 就是大概我刚刚有提到 2021年全年也才做了十几亿哦 那相较于疫情前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嘛 2019年疫情前那个是熊师的最高峰哦 大概每个月的单月营收可以到25亿左右 那目前我们大概还 就是我预估多久会回到 可以回到高峰甚至再创新的高峰 其实给您一个更振奋的数字啊 就说我们在2019年以前我们 因为我们上市公司有净额法跟总额法 是 总额法事实上我们2019年做了500多亿哦 那净额法就是像卖机票那些都不能算 是 所以要扣除掉 那兔额这种才可以算才300多亿 其实那种就是过去我们可能一起床 就有1亿跑进来 嗯 如果你要想 就很容易去 就是你起床 诶1亿进来了哦 哈哈哈 然后现在是起床 诶钱在哪里哦 嗯 所以这个 经历这三年这个起床看不到1亿 是 但是在想我们要付掉多少钱 这件事情 那 所以 事实上在2023年我们看到目前的现状 我们期许啦 应该在2024年它可以回到我们2019 嗯 其实这个是我们在2020年就说了 嗯 那我觉得 还蛮精准的预测 对我们也不是预言家 是 所以当然我们在看我们的子弹能撑到什么时候 嗯 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在2020年的4月看到德国的一个研究报告是 所有的这个国际的观光旅游跟航空事业大概到2024年 嗯 才有可能回到2019的样态 嗯 那所以当时我们在订毛的时候就心里的词就是2024 啊 所以我们没有很惊慌的原因是因为 啊那所有的专家都跟你讲2024 嗯 那你要偏偏自己讲2021就好了 这是不可能的嘛 所以还是要相信专业嘛 所以当时有这样的长城的一个想法 然后 然后才来定自己所有的工作方向啊 啊 那包括资金调度等等这些 呃 那看起来 好像这些预言这些专家们的预测都蛮蛮精准 嗯 因为好像公司应该在今年第三季可以恢复到更好的状况 是 好 然后后面也有一些国际性的变动 嗯 所以我们也认为后面应该是会非常好 嗯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熊师的总经理川总喔 来跟我们分享在疫情期间熊师如何在风雨之中生信心的一堂 关于企业任性的课喔 我相信听众朋友跟我一样一定收获很多喔 然后我自己今天最有感触的一句话就是 其实要永远相信还会有机会喔 而不是也要相信那个隧道会有光喔 我相信大家刚才在川总的分享里面一定都有感受到 就是他们应该从来都没有觉得隧道是黑暗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在企业碰到危机的时候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放在心里面的 永远都会有机会 那我们谢谢今天川总的分享 好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 听众朋友如果喜欢经理人Podcast 欢迎给我们一些意见喔 或是到Apple Podcast 给我们好评或是建议 如果你有职场的困扰想要寻求解答 重要的管理议题想要了解 或是精彩的人物 希望我们代为采访喔 也可以填写资讯栏中的表单 我们会努力满足您的期待 今天的总编会课室就到这边 大家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